台中捷运昨天发生非常惊悚的 随机砍人事件 那砍人的这是 这名20岁的洪姓男生 他是这个护理生 这在昨天上午11点 他在台中捷运 第二节车厢内砍人 那他带了三把刀 不明原因就是在车厢内砍杀 结果有的民众脸全是血 但是警方货报到场之后 除了警方之外在这之前 已经在车上有民众 把这个洪姓嫌犯给制服 同时这两名受伤民众送医救治 那网友就去翻他过去 包括他的脸书 他在社群上的发文 就发现他常常是 po出政治相关的文章 他是个政治狂热者 也曾经公开支持 香港抗议运动 台湾独立 以及罢免前杠市长韩国瑜 等等的讯息 那历史哥呢 他就po文提到说 这个本日同时民党 还有众多策议团体 在立法院策动 青年进行激烈的政治抗争 价值观偏差和失控的 苦果煽动年轻人 走上偏执道路的政客 是否难辞其咎呢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那也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怎么样 第一个巧合呢 就是他昨天在 中节上行凶 刚好是 当时在这个北节上 砍人事件的 政节事件的十周年 那第二个巧合是呢 不是昨天 这个在立法院的 陈抗在现场就一大堆交战守则 甚至呢 里面我刚刚没有特别给大家看到 就是他们也有交战说 如果你被捕了怎么办 被捕的SOP小卡 刚刚好有写到 里面就是 询问逮捕理由 也明确要求 我要找律师 同时23点到隔天上午8点 夜间征讯时间可以依法拒绝 所以这红性嫌犯被移送分局的时候 他主动提出了停止夜间讯问 要在拘留室待一晚之后 在早上再进行笔录 当事件发生之后 人心惶惶之余 因为这个是你防不胜防 费死联盟 为什么会被灌爆 因为没有对这件事情 发表只字片语 反而是关心立法院的陈情抗议 所以网友就气炸了 直接说当天的三则贴文 其中两则是立法院外的陈抗直播 网友对此灌爆怒轰 要求费死联盟 先关心台中捷运的事件 法务部长郑明天 在立法院间被问到的部分 他有提到了 死刑是合于宪法 等宪法法庭 判决 那这个游淑慧台北市议员 有在讲 他就说当年死刑可以制裁政洁 十年之后真的被死了 这些模仿犯 是不是反而成为信誉儿 是否反而会成为变相纵容 觉得不需要跟民意妥协的大法官们 难道又跟犯罪妥协吗 波基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 是悲剧 不管今天任何的治安事件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赖总统 一句话又不停 没讲话 又来了 蔡英文模式 我之前就讲说 蔡英文对所有负面事件 好像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个模式 蔡归赖水了 理论上 赖金德应该在第一时间 你发个脸书说 今天在台中捷运 我们会加强什么社会安全网 什么什么努力 应该要吧 这是一个国家元首 应该有态度吧 这个在捷运 这种公共运输上面 发生的随机砍人事件 尤其在政捷的杀人事件 十周年的这一天发生 而且这位他是预谋的 那当然因为他是一个 所谓的精神疾病患者 所以呢我们 对他的这个报导形容的内容 都要受到很多的法律的限制 可是这样的行为 国家元首出来 呼吁整个社会安定下来 有必要的 卢秀燕市长 他做了 赖金德总统不愿意 他就职演说里面 是不是也有提到 社会安全网的部分 一句话 对不对 他把什么食品安全 道路安全 叫社会安全网 我们要继续强化 没了 没了 他说要上太空 他的演说内容就很空 太空了 那当然 我觉得 以这个事件来讲 我必须讲就是 建议勇为的民众 我们必须要非常肯定 这个勇气非常肯定 因为你看像比如说 这个事件 目前还没有人死亡 但是有一位是 加护病房重伤 因为17岁的少年 高中生 他是因为这个 他被捅好几刀 他是第一个受害者 那他何估啊 他为什么要莫名其妙 被一个高雄跑 特地跑到台中 去杀人的人 去刺杀 他无冤无仇啊 那这样的事件 凸显了 包括像现在在台北 爬爬灶的那个 曾经有杀人 同样的又是思觉失调 又是这种所谓的 精神疾病的患者 对 的时候 这种所谓 其实我们现在社会 面临到一个困境 因为人权的学者也要 或是说有一群人权团体 都说这群人应该与民共生 以前的我们的政策 就是要把他们隔离 要把他们治疗 然后要把他们这个 离一般民众越远越好 可是现在有一群人权的学者 他们认为应该要与大家 共存 他们治疗好了 他们的身体穿心状好了 就要回到回归社区 好 但其实很麻烦的是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第一个叫做 愿意被诊断的患者 才会有我们讲隔离 或者怎么样治疗的问题 可是还没有被诊断出来的人 这是第一个 像当年的症结就是一个 好 再来第二个 就是说 这些已经治疗的 或怎么样的 回到社区 你觉得他的邻居 他的这些人 不会给他贴标签 导致他的病情 又再度发生吗 所以 这个不是 个案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结构情况 就是所谓的社会安全网 总统一句话都不愿意讲 我觉得 我很难过从这个礼拜 他礼拜一就职开始 不讲朝野和解就算了 你连社会的重大治安事件 完全不理会 还在庆祝他的就职典礼 还在每天接见 外宾来庆贺 我在享受做国家元首的快乐 我只能说 天佑台湾 那 我顺便补充一下 刚刚因为有提到这个 这个徐晓星说他笑什么 其实他 中午 因为中午刚好 他也上我网络直播节目 他是有讲说 他们是 他不是笑那个八千人 他们是笑洪生汉 因为洪生汉在 他们在这个所谓的 因为昨天一直在现场 一直在吵来吵去什么 洪生汉一直会用 现在外面已经多少人了 你们还不觉悟吗 还不怎么样吗 还不怎么样吗 一直在说 如果他们冲进来会怎么样 一直拿这个来威胁现场的 所以当洪生汉在这个演讲台上面讲出这些话 他就开始他笑的是洪生汉的态度 你们怎么可以拿外面的来垫背 证明了这外面这群人是民进党策划的 徐小青他说他笑的点是在 他的笑点在那边 他不是要笑外面的群众 当然这个是徐小青的说法 我不会去取笑外面 我都说了 国会被占领这是人民的选择 对 过十年前发生过 现在又来 这个跟郑杰杀人事件一样 十年前发生过 现在有人要学习 要2.0 没有关系 就让他翻身 台湾是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 但是再也跟执政党 如果今天在这种法案上面的冲突 应该要用辩论 政策的辩论 而不是造谣 所以我这边奉劝在野党 可以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刚刚讲说 社会有关的人士 通通都要被调去立法院 什么听证调查吗 你就很简单嘛 在野党就讲说 我们先列出十大案 超私鸡蛋 超私公司负责人该现身了吧 讨论了一年多 超私负责人没有出现过 今天有个新闻 今天的鸡蛋蛋价 创下两年来新低 请问各位 加蛋15元有降下来吗 没有 对不对 好同样的 你比如说再列出来 同样 我们刚才赛政委员讲了 金华城案 立法院可不可以调查 可以为什么 因为隆基这个都根 这个奖励条例 是中央的法规 可以成立 一样可以找谁 金华城业者就可以来了 台北市议会 你没有权利叫他们来 这时候有了这个 听证调查权利 你可以请他来 说明说当初你们 为什么要去陈琴 这不是说要去什么 好像逼供什么言行 不是 是要去说 现在绿营说 你们发了一个函 给柯文哲 柯文哲转给这个 你们为什么要发这个函 让他们说明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在美国国会 常常发生啊 你知道美国国会 一年办多少场的听证会吗 上百场 所以今年就有波音的吹哨者 就有TikTok的CEO 对不对 这些都是常客啊 是啊 是 那你说在台湾 你说我是一个老百姓 我在外面 我开个小吃摊 我会被叫去国会调查吗 这有病吧 都不可能啊 如果今天有立委 莫名其妙滥权 如果抓 比如说我隔壁 我刚刚隔壁的狗 我的狗被隔壁邻居的狗咬了 我把他叫过来立法院 问个清楚 这种立委要被罢免 对 你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要委员会决议 对啊 对所以 所以我说 我说他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今天明代滥权 对 是会受到民意制裁的 你以为今天立委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 没那么闲 没有 这些听证调查 他有他的一个法定的程序 他都要经过立法院的决议 才能够成立 然后才能够传这些所谓的证人 他们不是去当犯人 他们是当证人 听证就是说 我要听证人 他们的说法 是听证 所以像美国听证就是 议员问答 问答 你只能这样做 就是这样子 针对国会议员 有疑议的部分 你们做出回答 他不是去受审 只是说当今天议员问你什么 你什么都说 不好意思这是什么秘密 这是什么秘密 不好意思 那国会议员总要有一个 强制性的东西 要求你要说真话 概念是这样 只是说 我们那个所谓的社会上 有关系的人 那句话是出自宪法 我们现在的各委员会 就可以邀请社会上的 有关系的人士 到立法院接受咨询了 现在就可以了 可是没有强制性 他们爱来就来不去 不想来就不来 以前有谁去过 陈维廷 在教育委员会 那时候郑立军当招委 他把陈维廷叫过去 他在现场骂 教育部 蒋伟宁 你是最无耻的教育部长 你是最可耻的教育部长 他在背讯台上这样讲 过去都发生过 好不好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在野党的工房 要把事实说清楚 把自己为什么 要调查听证的案例 把案例举出来 比如说最近 比如说那个 签证的聂同爱 伊甸基金会完全不需要 是伊甸吗 没错吧 还是 儿福联盟 不好意思 儿福联盟 儿福联盟 不需要到立法院说明 可是当有这样的一个 听证会的时候 儿福联盟的 那个执行长 董事长 就得要到立法院去说明 他在这个事件上 这个立法举了好 这个就是关键了 所以我说在野党要用实力来举 而不是让这种所谓的 适时而非谣言不断散播 吃大餐 吃大餐 So easy 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